好,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大姑娘 十年又很短 3653个重复的24小时而已 这是一个24小时的故事 从太阳还没升起就开始 这是我爷爷,69岁 这是我奶奶,70岁 穿袜子,穿鞋子,穿衣服,穿裤子 开启心的一天 早上洗脸洗手梳头 晚上洗脸洗手洗脚 明天天气好的话,该洗个澡了 白天大便事件又拉在裤子上 该小便了 自如排气困难,所以需要辅助按压 大便,再次小便 又要小便,还要小便 起叶,多次起叶 午睡,不想总是待在屋里 去外面坐华 去太阳底下晒华 一直坐在轮椅上会很累 一直坐在同一张凳子上也会很累 起风了,天快黑了,该进屋了 晚饭后去穿个门散散心吧 奶奶白天会哭会闹,说身上都湿掉了 半夜会哭会闹,说睡不着要起床 一夜说最想让我带她去北京和台湾看看 但是只要奶奶还在,就根本走不开 一夜有的时候也会很生气很无奈 但是只要奶奶开口要求 她都会尽量满足 有句话我知道不当讲的时候还是要讲 真的,发自内心 我希望我奶奶能够早点离开 这样的延续生命,不仅她自己每时每刻都会在痛苦之中 而且这才疯狂的消耗我爷爷 我认为这没有意义 也许安哥斯应该合法吧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也不会做什么 我只是说说大家都默认埋在心底里 不好说出来真话而已 好 黃酱 煮肉 做切忌 鸡肉 鸡肉 我是冷工辣 没有研究有才华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